大浪一波又一波冲浪客極限挑戰 但北海岸這一幕可嚇壞人了 因為海葵颱風近逼風大浪大危機重重 海葵颱風來勢洶洶朝台灣步步逼近 很可能成為四年以來再出現登陸台灣的颱風 跡象局在上午11點半 發布了海葵颱風的海上陸上颱風警報 在今天上午11點 海葵颱風的位置来到了俄嵐比東方 大約520公里的海面上 過去一段時間強度有略微增強 偏偏過去48小時海葵路徑軌絕 一路從北往南墜現在確定直撲台灣而來 但是中心登陸位置可能落在台東到屏東一帶 現在外圍環流風雨先暴到 氣象局提醒全台各地要戒備強風 至於貝貝基怡發布大雨特曝 這雨還會一路下到晚上 在北部東半部地區就有間歇性的降雨 那其中今天白天在東北部的雨勢是會比較明顯 而另外在中南部地區則是要注意午後熱對流所帶來的午後震雨 而到了今天晚上 颱風外圍環流的水氣越來越多 在東半部地區降雨的狀況會越來越明顯而持續 今年整個大氣的一個環境的一個導引的氣流其實相對是比較微弱的 讓這個颱風它比較沒有一致性的一個導引力量 島嶼氣流弱海葵路徑難以預測從美國摩斯來看 海葵在屏東登陸後再大回轉二次登陸橫穿 若根據歐洲模式分析 颱風在登陸後進入台灣海峽 隨後可能往北朝台中方向二次登陸 來個回馬槍 換句話說影響台灣時間肯定拉長 嚇到紫報的豪大雨 讓災情恐怕比想像中嚴重 歡迎收看由播治李洛彤 宋指寧台北參謀道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隨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